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快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可是一个股市的奇迹与一场金融的悲喜剧 首先 正单股份这家公司简直是股市中的超级英雄 2024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暴增近30倍 这是什么概念 让人目瞪口呆的130%营业收入增长 TMA市场的需求如火如荼 他们的未来可谓是一片光明 然而 另一边的新华保险却是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肥皂剧 第三位董事长因涉嫌贪污被查 让这家总资产达到1.49万亿的公司 面临着高管频繁更换的尴尬局面 虽然预计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将大幅增长 但背后的隐忧却不容小觑 保费收入的疲软 和对股市投资的依赖让人不禁担心这家保险巨头的未来 总之 正单股份和新华保险的故事 就像一场精彩的股市大戏高潮迭起 跌宕起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哎哟 朋友们 我跟你们说 最近的股市新闻真是让人坐不住啊 谁能想到 正单股份这家伙 竟然在2024年前三季度净利润暴增了近30倍 是的 没听错 2949.37% 这不就是从灰姑娘变身公主的故事吗 公司搞的是精细化工和环保新材料 营业收入达到了25.96亿元 比去年翻了一倍多 听着就像魔术表演似的收入蹭蹭往上升 正单股份的历史 我们得回顾一下 2021年到2023年的净利润数字 分别是1.04亿元 5583.5万元和987.51万元 咋一看还挺平淡 结果2024年的前三季度净利润 直接掉下来8.25亿 这不把过去三年都比下去了吗 都快让人怀疑 他们是不是开了金手指 这公司主要产品 是些高大上的化学原料 比如偏本三酸干 TMA 这可是工业界的超级保温杯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几乎没啥替代品 正单股份还成了全球TMA的最大供应商 听说自从美国英利市关闭了TMA生产装置 市场上TMA的价格和销量 嗖嗖往上涨 正单股份的生意也跟着飞天了 他们还计划在马来西亚开生产基地 年产5万吨TMA 真是霸气侧漏 再聊聊新华保险 这个万亿级别的公司吧 听说第三位董事长李全也出事了 被查贪污和受贿 这公司五年 换了五个掌门人 真是比我还爱换衣服 前有万丰 后有李全 这里头的故事比电视剧还精彩 新华保险 曾在2016年风光一时 但这几年 在A股吊队的厉害 曾经的营收高峰 在2021年 结果这几年业绩下滑的厉害 真是让人心疼 不过 新华保险好像在924行情里赚了不少 股价在这段时间里 涨了44.71% 前景看着还不错 他们预计 今年前三季度 净利润增长90.65亿到109.73亿 增幅高达115% 不过 这样的增长背后可能有隐忧 像是在股市里追涨杀跌一样 风险不小 前八个月 保费收入仅增长了1.9% 有点紧张 不过八月份的停售效应 好像拉回了一把 他们的单月保费收入增长了120%以上 真是从悬崖边往回拉了一把 新华保险的新任董事长杨玉成 打算通过强投资策略 在股市大展拳脚 股票投资占比 提升到了10% 不过 这种股市投资 就像走钢丝 稍有不慎 可能会翻车 他们还在营销渠道上发力 推出新政策 希望能在行业转型的压力下 有新的突破 朋友们 正当股份和新华保险的故事 真是充满戏剧性 一个是净利润暴涨成大牛股 一个是高层患得飞快 却试图靠投资翻身 真是股市里的两颗璀璨明珠啊 你们觉得 他们的未来会如何 不妨拭目以待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哇 正当股份这波操作 简直是天秀 净利润暴增近三十倍 这可不是随便哪个公司都能做到的 这就像是足球赛中 守门员突然变成了最佳射手 实在是让人惊喜不已 关键是 他们抓住了市场的空缺 尤其是美国英利市的停产消息 这一波可以说是天作之和 投资马来西亚 意图扩大产能 简直就是在未未来铺路 正当股份不仅在赚钱 更是在下大棋 哎 楚天书你可别被暂时的光芒迷了眼 新华保险这家伙就是个反面教材 你看他们 股价涨得飞起 净利润也高增 但背后的风险 可是悬在空中的达摩克利斯之件 投资股票占比大 股市的风向一变 岂不是要跌个大跟头 而且 保费收入增长乏力 这可是保险公司的命脉啊 光靠股市的好行情来支撑业绩 这就像是纸糊的靠山 风一吹就垮了 当然 风险总是有的 但正当股份 这次可是稳扎稳打 毕竟他们的产品 在国内市场上 几乎没有替代品 这种垄断地位 可是稳得不行 像TMA这种明星产品 需求又高 价格又好 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而且 绿色化升级项目 也在进行中 环保问题 也在解决 这种未雨绸缪的态度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楚天书啊 你说的是有道理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 新华保险曾经也是大黑马 可不也是在风头正盛的时候 出了问题 董事长换得比换衣服还勤 业绩下滑连年 股市的涨幅就像烟花 短暂而炫目 却也转瞬即逝 还有那些投资策略 风险太分散 收益被稀释 这种不集中火力的打法 真的能持久吗 谢琪琪 你这个观点 让我想起了那句名言 不入虎学 焉得虎子 正单股份 敢于在海外投资 追求高端市场 这可不是每家公司都有的魄力 而且 他们还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和技术优势 这种内外兼修的策略 怎么看都比新华保险 这种单靠投资炒股来的长远 未来 正单股份的市场版图 只会越来越大 哎呦 楚天书 你的热情真是让人汗颜 不过 我还是觉得 新华保险的情况 更能给我们敲响警钟 股市如战场 风云变幻莫测 今天的得意 可能就是明天的失意 新华保险 曾经也有过辉煌 但之后的跌落 更加让人痛心 正单股份 虽然现在风头正经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希望它能成为一个长青树 而不是昙花一现 历史告诉我们 稳健才是至胜之道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 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 在这场辩论中 展现了各自对正单股份 与新华保险的不同观点 形成了明显的对立 这不仅引发了观众的思考 也让我们看到了 当前股市投资的复杂性与风险 楚天书的论点 侧重于正单股份近期的爆发性增长 他利用生动的比喻和例证 强调了公司在市场空缺中 迅速崛起的能力 指出了其在产品和市场上的优势 他的表达方式充满激情 并且成功地描绘出 正单股份的未来潜力 给人信心 然而 他的观点也显得过于乐观 未能充分考虑到 市场环境的变化 及潜在风险 他的热情应该建立在更为全面的风险评估基础上 而不仅仅是对当潜力好的渲染 相对而言 写齐齐的立场则更为谨慎 他提醒楚天书不要被暂时的成就所迷惑 指出了新华保险的风险和不稳定性 他引用了过去的案例来加强自己的论点 试图让观众人时到 股市的波动往往难以预测 理性和稳健才是持久成功的关键 他的策略性回应使得辩论更加深入 形成了对楚天书观点的有效挑战 总的来说 楚天书的表达虽然激情思义 但缺乏对钱在风险的警觉 这在投资领域是不容忽视的 而谢齐齐的冷静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风险视角 提醒投资者在追求收益的同时 也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慎行事 两位变手的精彩对话展示了在投资决策中 乐观与谨慎之间的微妙平衡 值得投资者深思 这场辩论不仅揭示了正单股份与新华保险之间的市场竞争 更反映了当前投资环境的复杂性 在追求高回报的同时 投资者硬始终保持警惕 充分分析使场动向和自身风险承担能力 才能在不确定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